对很多时候往往的话移民 对移民局对这类有犯罪纪录的绿卡持有者 或者是非法移民的话越来越严格 就算你有公民的话你可能不会有移民影响 但是任何就算有绿卡的话 如果是重罪它都会将你绿卡没收掉 它分成两类一类是重罪 重罪的话就被判一年以上的 这类劳刑的话它可以没收你的绿卡 将你驱除处境 当然第二类是轻罪没有做到一年劳了 这类罪的话它又分成两个 轻罪的话是道德败坏罪 这种的话你可以保住绿卡 但是的话你在申请公民的时候的话 你必须要证实你的品行良好 就是表示说你这一项家暴罪里面的话 必须要清洗 清洗了之后证实的行为良好了 你才符合资格申请公民 等于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个阶段 家暴其实几率很高的 可不可以给大家一点建议 对当然的话如果是 我们中国人说家草不外扬 其实不对的 有的时候家里有压力的时候的话 应该是寻求第三方来协助 美国人喜欢的话 marriage counseling 到教会里面也提供这方面的辅导 另外一方面的话 如果你不愿意跟别人讲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到心理医生去 来做这方面的辅导 当然的话你要知道里面的话 错误的观念就是说 我打电话来叫警察来吓吓他 这种观念呢不对的 你要知道你觉得真的是没办法容忍 真的是有受伤的时候的话 你应为了自己的安全 应该打电话报警 但是千万不能够觉得 叫警察来吓唬他 吓唬他 没有第二次的机会 一旦是打出了电话 警察肯定会来逮捕的 所以还不能够有仪器用戏 当然的话 有欲的问题 美国是一个高压的一个社会 压工作压力 身份压力 经济压力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双方的话都要体谅一下子 都要寻求一个 怎么样子疏解压力的方法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让美国的生活 更加快乐 是的律师 那事实上大家也了解 家暴的确在美国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千万不可以轻忽 而邓律师也从 不管从法律和人性的观点 都跟大家给了相当好的建议 而由于这个邓文说法 获得许多观众的这个回应 邓律师也特地开放一个传真专线 就是626-280-3333 626-280-3333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 可以利用这次传真专线 把自己的问题传真给邓律师 当然上面要注明 邓宏说法这个节目的名称 邓律师会在以后的节目中 一一的再利用节目 来为大家解答各位的问题 那这是今天的邓宏说法 宪法县法县长 交换给棚内 看�欲 这个东西 可以 不开 对